嗨大家好啊 如果呢你在网上啊 上网上youtube一搜索啊 你会发现了许多人 搜索那个两岸收入吧 会发现许多人啊 说呢台湾经济不行啊 台湾经济你看 两岸薪资对比 我看过这个视频呢 你看看到这 根本就没法看了 说两岸薪资对比 台湾收入太低太低了 这边都是的 什么都是台湾的收入太低了 台湾经济不行了 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就很牛逼 就大陆啊 就是党国吧 党国 总是说党国啊 经济多么牛逼 党国经济多么牛逼啊 都是这种的 多么厉害 你看看台湾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不能听人家怎么说 因为有好多媒体啊 说的都是假话 你不要认为党国的媒体说假话 台湾好多媒体他也说假话 你知道 美国的媒体他也有fake news 明白了 他也有假的 所以 我来看一看 我们来了 认真了看一看这个 台湾和大陆经济啊 我们就说一下这个GDP吧 台湾GDP两万五 两万五美元 两万五美元 那个中国呢 中国应该前几年是八九千了吧 现在我看看 2018年 这边呢 GDP 1万 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 他还没有那个台湾一半的GDP高呢 你跟我说 这个中国的经济比那个 比台湾发达 那个我记得还有五毛小伙伴就说了 你看看我们上海就是发达 我们上海你看我们上海房价 北京房价 比到台北高多了 我告诉你 你的北京上海的房价不仅仅是比台北高多了 比我这诺杉矶都高多了 我在诺杉矶 诺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 我告诉大家诺杉矶是什么 你们那的就党国的房价太高了 但是呢房价高并不代表 并不代表包括楼高啊 并不代表呢 你这个叫什么 经济就好 那是两码事啊 两码事 那是两码事 楼高并不代表经济就发达 明白 洛杉矶是加州第一大城 美国第二大城 大洛杉矶有1800万人口 当然据说还没有北京大 没有北京大 没有北京大 所以说我这洛杉矶 我来看看这GDP多少 人均GDP多少 没有啊 人均GDP应该在五六万美元吧 还是比这个党国啊 稍微好一点 大洛杉矶是八千多亿美元 八千多亿 那呢 人口是多少 人大洛杉矶人口是1800万 就算他两千万人吧 那就是 四五万美元吧 人均GDP四五万美元 所以说我这个 水生火热的资本主义啊 水生火热 你们的房价啦 比那个 比我们的房价高多了 党国的房价比我们房价高多了 现在 我们来看一看 国家统计局 说出啊 这二年发布时间 我登陆网站了 2019年2月28号 上个月的 公布 2018年国民经济 我来放大 就是说国民经济的 统计公报 上面 上面又写了啥 2018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情势 又吹了一波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各地区 各人民各部门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之道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 什么 哎呦我擦 什么五位一体 协同 什么 全面 哎呦我擦 这话我也不会说啊 这是 这是五毛之干五嘛 这是你们的党国啊 发布的 报告 公开的国家统计局 2019年2月28号 好的 我通过这个 我让你知道中国的收入是多少 我们看看 我们就看收入啊 别的都扯烂了 别的都扯烂 好我们来看看 收入啊 收入 就是说你如果收入不行 你讲别的都扯烂嘛 对不对 我们我们要来就来点实际的 好 好 来了来了 看 看看啊 看看啊 你跟你跟台湾怎么比 你看看啊 党国啊 五毛啊 党国啊 党国啊 你跟台湾 我们就算工资这个收入啊 你如果比福利的话 你看看台湾的健保 台湾的医疗 你怎么跟人家比 对不对 你看到起 变吗 台湾人看得起 好好好 先来整这个 全国 全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澳巴 澳二八 澳巴 澳二八 我们就算他 除以十吧 一年吧 一共十二个月 我们除以十个月 那就是一个月 两千八 台湾的 最低工资 是两万三台币 应该是 两万三千一百台币吧 大概五千人民币 所以你这个人均 都已经达不到台湾的 最低工资水平了 你还得个屁啊 全国人均可支配中位数 大家记住了 大家记住了 你看 中位数 什么叫中位数啊 就是说 中位数就是说 这个数字 一半人超过这个数字 一半人低于这个数字 是两万四千 三三六 我的天 那比他人均的 平均的还低呢 好了 城镇居民呢 三万多 城镇居民是 这叫三万九 三万九除以十一 那四千块钱 还不到一个月 这个工资也太低的吧 一个月四千块钱都不到 这也太低了 好 看看 跟台湾怎么比 你说 好 全国居民呢 用五等份 五等份来算 五等份收入就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吗 你看这 低收入组的 低收入的是 来缩小一下 低收入组呢 是一年人均是六千四百多 等一下 我这怎么弄呢 诶 我这有问题 对对对 你看看 对对对 我们看这个 低收入组的人均 是六四 零零元 一年了 什么概念 台湾的最低工资 是五千人民币 你这个 一年的人均 低收入组就六千四百多 才能将是 好 那我算高收入组啊 高收入组的人均是多少呢 七零六四零 你看 这不是我们说假话了 你看 七零六四零了 看到了吧 这七零六四零大概 一年 七零六四零 我们算一算他这个一个月平均下来十二是多少啊 我再算一算 我都我都是叫 我这人哪 从小就养成了这种喜欢计算的习惯 对不对 我们不吹牛逼 我们不喜欢夸夸其谈 我们吹一下 我们我把我们说一下 七零六四零 除以十二 一个月 五千八百八十六 点六六六 那就 那就算他五千八百八十六吧 好 五千八百八十六是多少 台湾的最低薪资是五千人民币左右 就两万三台币 有人说不信 告诉你 我让你看看台湾的最低薪资啊 就是 我收一下 中华民国 最低 工资 中华民国 最低工资 查一下最新的 后年一八年是多少 基本月 对啊 能不能给我一个准薪呢 两万三千 一百多 好了 值多少钱呢 我来把它复资一下 我来告诉你多少人民币啊 人民币和人民币 人民币台币 人民币台币 五千零八 五千零二十八 这是台湾最低工资 而中国的高售入主 百分之二十 高售入主啊 是多少 是五千八百多 你看 五千八百八十多 你说你该怎么比 啊 怎么比 怎么跟台湾比 没办法比 那是一大会儿 不太好 我来帮助你 来帮助你 不要再帮助你 一大会儿